在日常生活和生产过程中 偶有火情出现 但是灭火过程中 消防员们面临诸多难题 比如火灾现场信号不稳定 现场嘈杂 影响指挥沟通效果 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技术 能够保障火灾现场信号稳定 实现火灾现场的实时指挥与沟通呢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 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伊斯 为了降低消防人员的风险隐患 智能化的消防设备也在不断地升级 如今网络也成为了现场救援最基础的支撑 今天我便给大家介绍一项 联网灭火通信技术 它不仅能形成组网进行局域网覆盖 而且能够通过对讲求救等通信功能 与指挥端实时沟通进行信息共享 赶快和我一块去看一看吧 联网灭火通信技术 依靠智能通信对待实现联网沟通 智能通信水态内置超8类网线 通过控制箱及枪头连接形成组网 那我们该怎么知道控制箱已经有网络信号了呢 我们可以观察指示灯状态 指示灯为常亮状态 说明信号值良好 这个时候我们外部上网设备 可以连接这台设备的网络来实现正常上网 设备之间相互通信和共享资源的组网方式 实现了一定区域的局域网覆盖 理论上解决了火灾现场信号不稳定的问题 实践出真知 这套联网灭火通信设备效果究竟如何 我们跟随消防员的出警一探究竟 火灾现场浓烟滚滚 此时正常的人际沟通已然无效 那么联网灭火通信设备能突出重围吗 一号枪手 空系呼吸器压力不足 需要更换 请立即撤离火场 请立即撤离火场 出道 智能通信水带枪头设有对讲系统 支持指挥端和枪头的双向对讲 实现了信息的高效共享 同时它还含有一键撤离功能 在遇到特殊情况时 可以及时地提醒消防员做出应对 此外 智能通信水带还设有供水功能 当遇到特殊情况时 由枪头直接发送请求 收到供水请求 请及时处理 指挥端迅速处理 做出补救措施 完成供水操作 解决了对讲机在嘈杂环境中 无法准确传达命令的问题 智能通信水带 作为整个联网灭火通信设备的核心组件 如果它在灭火过程中出现破损 将会影响火场救灾的实时沟通 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现在来到了耐磨性测试实验场地 我们将有两款不同的水带进行测试 让我们一起看看结果究竟是如何 好 实验结束 我们来看看情况 我手上的是一条普通的水带 它在经历了第40次的打磨之后 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破损 而我身后是我们智能消防通信水带 它在经历了100多次的打磨之后 仍然是完好无损的 可见它拥有着较强的耐磨性 联网灭火通信技术 为指挥端和救援人员搭建了实时沟通平台 一件事沟通方便快捷 解决火灾现场沟通不便的同时 降低了消防人员的风险隐患 在未来 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将不断地促进智慧消防转型升级 为人们的消防安全提供更加智能化的安全保障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智能装修设计系统 不管时代如何变化 每个人心中都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 并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可这个愿望看似简单 实现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老公 你看这白的好看 我喜欢这个 白的啥好看 我喜欢这个黑的 黑的大色 平面的装修图纸 无法带来立体的视觉感受 也解决不了装修者们的意见分歧 那么 是否存在一种新方式 既能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装修效果 又能随用户心意 实时更改装修样式 您别说 还真有 展示科技 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宋宇浩 这个机器叫做智能装修设计系统 由电容信号触摸采集屏幕 电容操作令牌 裸眼3D显示器 电容信号采集解释中枢组成 我只需要把这个电容令牌 轻轻地放在大屏幕上 电容令牌代表的 就是我站在这个房间里 所看到的视角 智能装修设计系统 能让人真实地感受装修效果 体验感 丝毫不许 实地观看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游标 走进这个物理 旋转这个视角 你就可以在房间里自由地游走 每一个视角还可以调整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是平视的 还可以我们看看 底上是什么效果 可以调整每一个视角 大家可以看到 它相比于以往我们所常见的 三百六十度全景图 七百二十度全景图的呈现 更大范围地解决了同一位置 不同角度可以走动的交互式体验 这样主人们也可以沉浸式地感受到 未来房屋的装修风格和整体呈现 不仅如此 智能装修设计系统 还能对装修风格实时进行调整 您看这个墙板的颜色 您还可以改旋转扭转一下 这个时候就显示是墙面材质 涂料 壁纸和瓷装选择 光是这个墙面素材就有一千多种 您可以随便地挑选 传统设计师修改方案 需要在修改后重新渲染出涂 费时 费力 而如今 智能装修设计系统 几秒钟就能帮用户设计新的方案 不仅10秒出设计图 同时也可以一键生成报价单 施工图 如此便捷的操作 也都得益于系统工程师 对每条令牌消息 包括令牌ID 位置和角度的参数设定 及算法设计 通过我这简单的几步操作 就可以呈现出整体的效果 我相信通过这么些操作 那些纠结 房顶 地板 墙壁 家具 到底是用黑色还是白色的夫妻 看到这儿 应该就不会再纠结了吧 按照用户亲自调试出的方案 装修公司就能一比一 还原出用户心中完美的小家模样 你看这是我喜欢的风格 是啊 你看 这是我选的 还有这个电影 这个是我喜欢的 看这个 那么这款给大家带来 真实体验感的高科技 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呢 秘密就在于 这电容触摸屏 以及指示令牌上 你看这总共有三个这样的点 这三个触控点的话 其实就是实现 这整个操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看放下去之后 三个点同时接触 然后通过选转 它可以产生选择 不同的某一个位置的指令 然后通过游走 它可以改变方向 改变视角 电容信号采集屏幕 分布30个高精度的触控区间 当具备物理识别技术 集成的电容令牌 触控电容信号采集屏幕时 信号被高级解析 计算机自动识别令牌 移动指令 形成虚拟空间内的位移变化 通过LED显示 高清晰色彩逼真 最大程度地还原了 实际场景的空间体验感 这套智能装修设计系统 让想象与现实交互转变 如今 人们足不出户 一键操控 便能获得满意的下装效果 所见 即所得